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带领点我总是挑减着金本分 不愿意受苦付代价 金本分的态度不对 这两天我也看神话反省认识自己 但认识的有限 听说你有这方面的经历 想找你交通交通 好啊 那我就谈点儿自己的经历 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你 行 2023年7月 我在教会制作视频 因我操练时间不长 技术一般 一些难度大的视频 都由佩达的姊妹将心负责制作 我只做一些简单容易做的 我心想 自己刚来 很多原则不掌握 技术也不太好 反正有将心灾 以后就慢慢学位 之后通过学习 我有了一些涨进 但是一看到哪个视频制作起来有难度 我就推脱 我心想 制作这类视频太难了 得需要下多少功夫付多少代价呀 由于我挑的都是一些容易做的视频 制作起来很轻松 也没有啥压力 我看到将心 一会儿查资料 一会儿寻求琢磨 我心想 将心比我技术好 有时都要查到资料 要是让我来制作 不更得付代价 这太难 太费精力了 以后啊 还是制作些简单的就行了 就这样 我尽了一段时间本分 也没有觉得有压力 后来 将心制作视频遇到难处 找我一起查找资料 讨论问题 我觉得太难太麻烦 干脆就不参与了 我理所当然的 把那些难做的视频 都推给将心 自己一点也不往上勾 看到姊妹手里 积压了一些活儿 工作压力大 我也没有想着 帮姊妹分担一些 渐渐地 我尽本分开始犯困 很长时间也没有长进 我觉得自己的情形不对了 我就寻思 我总认为自己刚来 业务不经 就一直迁就自己 把难做的视频 都推给姊妹 不想付代价 费心思 我这不是 见男就退 见赢就卷吗 那你这种情形 是怎么认识解决的呀 后来 我就找神的话看 我看到神的话说 尽本分总挑轻声的 累不着的 不用风吹日晒雨淋的 这属于年轻怕重 这是贪想肉体 安逸的表现 还有吗 尽本分苦点累点 需要付点代价 就总有怨言 平时注重吃穿 肉体享受 这些都是贪想 肉体安逸的表现 看见哪项工作太劳苦 担风险 就推给别人去做 自己只做清闲活 还找理由说自己素质差 没有工作能力担不起来 事实上 是为了贪想肉体安逸 贪想肉体安逸的人 适不适合尽本分呢 只要跟他提尽本分的事 只要提到受苦付代价 他就一个劲摇头 难处太多了 满腹怨言 全是消极 这类人就废了 他没有资格尽本分 该淘汰了 阿们 阿们 神的话解释 尽本分 总是年轻怕重 一看到难做的活 就推给别人 自己专挑一些 轻松简单的做 这样的人 是贪想肉体安逸的人 不配尽本分 是 反省 我就是这样的表现 和江新佩大师 看到那些复杂的视频 制作起来需要寻求揣摩 查资料付代价 我就觉得麻烦 费脑筋 以自己操练时间短为由 都推给江新 我就挑一些 简单容易做的视频 这样心里没有压力 还轻松 后来 江新制作视频 遇到难处 需要我帮着 查资料讨论 我嫌麻烦 费心思 不愿参与 我金本分 一碰到需要受苦 付代价的事 就推给别人做 贪想安逸 藏剑耍花 把自己的人格尊严 都玩没了 这样金本分 肯定会被神 宴起淘汰的 是 这时 我心里才有些害怕 不能再不思进去 应付糊弄 体贴肉体了 听你交通神的话 我对自己的情形 有了些认识 我总在本分上 挑挑拣拣 努努力就能达到的 也不想花心思去做 这确实是念情怕重 苍肩耍花的表现 过后 我看经历见证视频时 看到里面 掩用的一段神话 挺结合自己情形的 咱们一起看看 行 全能神说 主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连自己的本分 自己分内该做的 你都不做 都不献上 神就把你原有的 都夺去了 夺去指什么呢 在人那儿 感觉到的是什么 也可能凭你的素质 恩赐 能够达到的 你都达不到了 找不到任何感觉了 就跟外邦人一样了 这就是完全被神剥夺了 你尽本分不用心 不付代价 没有真心 神就把你原有的夺走了 剥夺你尽本分的权利 不给你这个权利了 因为神给你恩赐素质 而你却不好好尽本分 不为神花费 不付代价 也不用心 所以神不但不祝福你 还要把你原有的夺走 神给人恩赐特长 给人聪明智慧 人应该怎样用这些东西 你的特长恩赐 还有聪明智慧 都得陷在你的本分上 你应该把心都用上 把你自己知道的 明白的 能够得上的 都用在尽本分上 这就蒙神祝福 蒙神祝福是什么意思 在人那儿感觉到的是什么 有神开启 有神引导 尽本分有路途 在人看 你的素质 你学的那点东西 达不到做成事 但神若是做工开启 你不但能明白 能够得上 而且还能做好 最后你自己都纳闷 我原来没有这两下子 现在我里面增加了 许多好东西 都是正面的东西 以往都没学过这些 现在突然就明白了 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聪明呢 怎么会做这么多事呢 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这就是神开启 神祝福 神就这么祝福人 你们在尽本分期间 在做自己分内的工作期间 如果感觉不到这些 这就没有神祝福 如果你总觉得尽本分没意思 没什么可做的 献不上自己的力 总得不到开启 总觉得没有什么聪明智慧可发挥 这就麻烦 说明你尽本分存心不对 路途不对 神不称许 你的情形还不正常 阿们 读了神的话 我意识到自己做视频 操练一个多月了 没有长进 主要是因为 我尽本分的态度不对 我怕操心劳神 不愿在本分上下功夫 尽挑一些轻松的活去做 我没把自己的心思经历 用在本分上 总是藏钱耍滑 神验证我尽本分的态度 把我原有的都给挪去了 尽本分没有长进 就连简单的视频也做不好 再不悔改 可能就要失去本分了 是 回想我以往操练 浇灌新人时 刚开始也有很多原则不掌握 陪她的姊妹交通帮助我 我碰到不会的就问姊妹 查资料学习 常常到高深 那时候长进很快 果效也好 对比现在 虽然我操练制作视频的时间 不是很长 但对于有些技术 只要我用心学习 是能上手的 可我却贪想肉体安逸 不思进取 不愿意付代价 不仅业务技术没涨进 尽本分也看不到神的带领 神对人是公平公义的 尽本分用心付代价 就能得到神的开启带领 生命进入业务方面都能有涨进 尽本分不用心藏肩耍滑 早晚会被显明 时间长了 原来能达到的都达不到了 是 反省到这儿 我很亏欠自责 神的心意 是希望我能用心付代价去做 在本分上发挥自己的功用 做出更好的视频 传福音见证善 是 而我懒惰 贪想安逸 在本分上不实际的付代价 该做的没做到 辜负了神对我的期望 我太没有人性 太不知好歹了 任时到这儿 我哭着向神祷告 神啊 我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尽本分 我真是太不值得信赖了 神啊 我愿意向你悔改 求你检查我的心 带领帮助我 阿们 通过你这么交通 我明白了 神恩待真心尽本分的人 像我这样藏奸耍滑 虽然省劲了 但业务上一直没有长进 也没啥省力进入 这是最大的亏损啊 是啊 之后 我又寻求 自己总是见难就退 这是啥原因导致的呢 咱们一起看看神的话 行 全能神说 现在虽说下部工作还未开展 但现在对你所要求的 让你所活出的也不是额外的 这么多工作 这么多真理 就不值得你认识吗 刑法审判不能唤醒你的灵吗 刑法审判不能使你恨恶你自己吗 你就满足于活在撒旦权势之下 有平安有喜乐 得着一点肉体安逸吗 这不是最低贱的人吗 看见救恩却不追求得着救恩的人 是最愚担的人 是贪享肉体的人 是享受撒旦的人 你盼望信神没有一点难处 没有一点患难 没有一点痛苦 你总追求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把生命却看得一文钱不值 而把个人的奢侈想法 放在真理前面 你这人太没价值 你像猪那样生活 你跟猪狗之类有什么区别 不追求真理 而喜爱受体的人 不都是畜生吗 没灵的死人 不都是行尸走肉吗 在你们中间说了多少话 在你们中间做的工作还少吗 在你们中间供应你们的有多少 那你为什么没得着呢 你还有何怨言呢 你没得着呢 还不是因为你太宝爱肉体吗 还不是因为你的想法太奢侈吗 还不都是因为你太愚蠢了吗 就你这样的孬肿 一味追求肉体 你说你还有没有心 有没有灵 你不属于畜生吗 将真道白白地赐给你 你不追求 你还是不是一个信神的 真正的人生赐给你 你不追求 那你不是猪狗之类吗 猪不追求人生 不追求洁净 不懂得什么叫人生 天天吃饱喝足就睡大觉 真道赐给你 你却没得着 两手空空 这种猪一样的生活 你还愿意继续下去吗 这样的人活着 有何意义 生活卑鄙 下贱 活在污秽淫乱之中 没有一点追求的目标 你的一生 不是最下贱的一生吗 还有何脸面去健身 这样经历下去 还不是一无所获吗 真道是赐给你了 到最终你能不能得着 就在于你个人的追求了 阿们 阿们 看到 孬中畜生这样的字眼 我很扎心 我就是神话揭露的这类 保爱肉体 不追求真理的人 尽本分 贪想肉体安逸 做什么都不想付代价 总是想干点轻松容易的活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混 就像猪一样 整天吃饱喝足睡大觉 没有思想 没有追求目标 对待本分没有负担 不思进取 迁就自己的肉体 一直以来 我都是凭着 人不畏己 天诛地面 人生苦短 何不及时行乐 这些撒旦毒素活着 没信神的时候 我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满足现状 探求安逸 没有一点伤尽心 信神后 我还是抱着这种 观点尽本分 遇到难做的视频 我就推给将心 自己找轻松的活干 后来 姊妹手里的活积压 尽本分压力大 我还是在一边躲清闲 不愿帮着分担 我只考虑自己的肉体 不考虑姊妹的难处 和教会的工作 我太自私卑鄙了 发现到这儿 我才看清 撒旦灌输的这些毒素 让我变得堕落颓废 没有一点积极进取的心 活得就像个废人一样 自己这样的态度 对待本分 肯定进不长久 最终 也是被神显明淘汰的对象 是啊 后来 我从神的话中 明白了神对人的要求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如果教会安排给你一项工作 你说 无论教会交代给我哪项工作 我都要尽心尽力 把工作担当起来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出现什么问题 我都要祷告神 寻求真理 根据真理原则解决问题 把事情办好 不管尽什么本分 我都要竭尽全力 尽好本分满足神 凡是我能达到的 我尽量担起我该承担的责任 起码做到不违背良心理智 不应付糊弄 不藏奸耍滑 不贪想别人的劳动果实 做什么事 不低于良心标准 这是做人的最低标准 这样尽本分 就够得上是有良心理智的人了 尽本分 起码得问心无愧 起码得对得起 你的一日三餐 不是混饭吃 这就叫有责任心 不管你素质高低 不管你是否明白真理 总之 你得有一种态度 既然这工作交给我了 我就得认真对待 就得放在心上 尽心尽力地把它做好 至于能不能绝对做好 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的态度 是尽力把它做好 绝不能应付糊弄 如果工作出现问题 也应该承担责任 保证吸取教训 把本分尽好 这种态度就是对的 阿们 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啊 只要我们摆正态度 尽到责任就可以了 是 神高抬我尽这个本分 我得用心把本分尽好 临到难处的时候 不能偷尖刷花 得实际地付代价 竭尽全力地尽好自己的本分 现在我刚操练 业务不经 那接下来 就得在业务上下功夫 遇到难做的视频 只要自己能够得上 就接过来做 或者和姊妹配搭着做 实际地付代价 不明白的 我也可以询问江心 一点点学习 能把学到的技术 运用在本分中 这样事情好啊 一次 我制作一个有难度的视频 我又想推给姊妹去做 想到之前 我向神祷告要悔改 今天做视频遇到难处 我又想推脱 这不还是怕付代价 不求上进吗 我就向神祷告 愿神带领我 背叛肉体 实际地付代价 我也揣摩 临到这个难处 一方面是让我能实行真理 背叛肉体 另一方面 是借着制作视频 提升我的业务水平 明白了神的心意 我就用心查找资料 学习技术 最后顺利完成了这个视频 感谢神 虽然制作的过程中 花费了一些时间精力 但我的业务水平 有了提升 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